奇迹课程证文第五章 疗愈与圆满 第六节 时间与永恒 拖延在永恒中并不是问题 但对活在时间中的人 却是个悲剧 因你选择了时间而非永恒 自然会认定自己确实活在时间里 然而你既有选择的自由 当然也有改变它的自由 你原本不是活在时间内的 永恒才是你的家乡 那是上主亲自为你准备的永恒居所 醉疚感是时间的守护者 他勾起人们害怕报应 或深恐被弃的心理 因而想尽办法 确保未来会和过去一样 这给了小我一种延续性的存在感 这苟延残喘的存在感 给了小我一种安全的假象 使他相信你已成了他的阶下囚 然而你是可能也必须逃出他的魔掌的 上主赐你永恒的延续性来与你交换 你若决定接受这一交易 你等于同意以喜悦来换取醉疚 以爱心来换取凶恶 以平安来换取痛苦 我的任务只是帮你解除意志上的智库 还给你自由 你的小我无法接受这种自由 它随时随地都在想尽办法加以阻挠 从中破坏 身为小我的始作俑者 你很清楚他的能耐 因为这些能力全都是你自己赋予他的 你该随时一起天国 并且记得身为天国一份子的 你是不可能迷失的 那存在我内的天心 如今也存于你内 因为上主在创造时完全是大公无私的 愿圣灵随时提醒你 记住这一大公无私 并让我来教导你 如何将它分享给你的弟兄 除此之外 你还有什么机会为自己领回 这一天赋恩典呢 世上每一件事 都会同时出现两种声音 传达两种不同的诠释 或许我应该说 几乎同时 因为小我总是先生夺人 若非你早已选择了某种诠释 否则 怎么会需要用另一种诠释来取代呢 小我的话离不开判断 圣灵则能逆转小我的决定 就像世间的高等法院 有权推翻低等法院的判决一般 小我的决定一向错误摆出 因为他的出发点 都是为自己的错误 自圆其说 小我的看法都是基于错误的诠释 他不只会为自身的利益而诠释圣经 还会引用圣经来为自己作证 圣经在小我心中 是很可怕的东西 一旦把圣经视为可怕之物 自然会把它诠释得令人害怕 恐惧心意起 你便不敢向最高法院陈请了 因为你相信 他的判决同样会不利于你 小我曲解圣经来误导人的例子 实在不胜枚举 我只需提出几个例子 你便会了解 圣灵是如何以自己的光明 重新诠释小我的曲解的 你播种的是什么 就收获什么 圣灵诠释为 你认为什么是值得栽培的 就会在自身内栽培什么 你判定什么是有价值的 那东西对你就变得价值十足 如果你还记得 观念只能靠分享而茁壮这句话 就不难诠释 上主说 报复是我的事 的含义了 这句话强调了 报复是绝对不具分享性的 因此将它交给圣灵处理 它会从你心中将它彻底化解 报复本来就不属于心灵的事 因为心灵乃是上主的一部分 我要向子孙追讨父亲的过犯 直到三代四代 这句话已被小我诠释的恐怖至极 小我想要这句话来确保自己的生存 圣灵的诠释是 即使千代万代之后 它仍能重新诠释前几代所误解的事 解除那些想法所滋生的恐惧 恶人必要丧亡 你若能把丧亡解读成化解之意 这句话就成了救赎宣言 每一个缺乏爱心的念头 都有化解的必要 然而 小我根本不懂化解之意 化解对小我而言等于毁灭 小我既是你思想的一部分 是不会被毁灭的 只因它不具创造力 故也没有分享的可能 你只需重新加以诠释 便能有恐惧中轻易脱身 你托付给小我的那一部分心灵 只有回归天国意图 那才是你整个心灵的归宿 你最多只能延误天国的圆满 但你绝对无法让恐惧的概念 混迹其中 你不用怕高等法院会判你的罪 它必会驳回所有控诉你的案件 没有任何控诉上主儿女的案件 能够得选 凡是挺身证明上主的造化有罪者 等于诬告上主自身 欢心地把自己心中所有的信念 都向上主的高等法院伸冤吧 他会代上主发言的 他的审判必然真实不虚 不论你如何谨慎地拒状 他都会驳回所有对你的控诉 不论这些案件看起来多么证据确凿 也无法在上主跟前站得住脚 圣灵不会听信他那一套的 他只可能为真理作证 他的裁决终归是 天国非你莫属 因为圣灵来到世上的任务 就是为了提醒你这一真相 当我说 我是进入世界的一道光明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为了分享光明而来的 你可还记得我先前谈到 小我那面昏暗的镜子 可还记得我说的 不要往那儿去看 一点也不错 你愿往哪儿去找自己 完全取决于你 你对弟兄的耐心 就是你对自己的耐心 难道上主的孩子 不配你以耐心相待吗 我向你显示了无限的耐心 因为我的意愿 与天父的旨意一致 我是从他那儿学来 无限耐心的 他至于我内的天音 如今也在你内 他要你因造物主之名 耐心的对待 圣子奥提 唯有无限的耐心 才能产生即刻的效果 这是你此生必修的课程 也是你把时间 转为永恒的途径 无限的耐心 唤起无限的爱 透过当下的效应 让你明白了时间的 无足轻重 我们再三强调过 时间只是一种 学习的教具而已 当他派不上用场时 就可以撤销了 圣灵虽然进入 时间领域中 为上主发言 但他深知时间 毫无意义 他在分秒流逝的时间中 不断提醒你这一真相 他在世的特殊使命 就是将你领回永恒之境 在那儿继续祝福 你所创造的一切 他是你能真正给人的唯一祝福 因为他是真正蒙受祝福者 上主将他平白地赐给了你 你如何接纳了他 就必须同样把他带给别人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